八指徑 天從零劍 八指窮垢欲 這些聽起來好像是在武俠小說裡面才會出現的兵器 竟然是日本天皇登基儀式必不可少的神器 真的是好神器啊 關主播什麼事 不關我的事是關我們的事 昨天是兩百年遺孕 在天皇還在世的時候就進行皇權交接 日本新天皇得仁繼位的大日子 從此日本就告別了長達30年的平成時代迎來另核心篇章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家族 在這個繼承禮上呢 其中一個禮儀也相當令人關注的 那就是新天皇他接受象征日本皇軍的三神器的時候呢 這個三神器啊 雖然是都是被布包起來也看不見裡面 可是你知道嗎 它可是大有來頭的 根據習俗這三神器呢 其實是日本天皇傳給子孫的 等於日皇的權力象征 可是啊 從來也沒有人知道 這三神器究竟放在哪裡長什麼樣 因為在禮儀上面出現的呢 都是複製品不是真的 而且它不但神秘 光是聽這三神器的名字啊 你一定會覺得超有氣勢的 分別是八指鏡 天從雲劍和八指窮勾玉 八指鏡相傳已經有超過千年的歷史了 日本傳統認為 鏡子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照出真相 當然啦這個只是神話 其實八指鏡真正代表的是天皇的智慧 天從雲劍則是代表天皇的勇氣 相傳這把劍呢 已經在12世紀的一場海戰裡面 丟失不見了 可是也有學者認為 這把劍可能一直都放在日本皇居裡 再來 八指窮勾玉應該是當前唯一確定存在的神器了 它就放在東京皇居裡 而它代表的其實是當上日本天皇所需要的善心 講完了神器我們來看年號 日本是當今世上唯一還保存年號制度的國家 雖然台灣也是有用民國幾年民國幾年這樣 可是那並不是年號喔 只有日本呢才是保有年號的地方 那關於年號的小知識也很有趣 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呢 他們就有這樣的規定 叫做一世一元 也就是一代天皇呢 只能夠配有一個年號 只有在天皇過世之後 年號才可以換 所以像是這次的例子之前 換年號對於日本人來說呢 是一件很悲傷的事 同時呢年號也像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徵 所以像是這一次 在日本告別平成迎來令和的時候 有商家就推出了什麼平成最後的馬鈴薯片 然後包裝上面呢就印有 所有在平成時代發生過的大事件 還有就是平成最後的軟堂 用來紀念平成時代的結束 順便也撈一筆啦 好了那年號怎麼決定誰來定呢 原則上在二戰以前是由天皇來決定 可是在二戰以後呢 就改由日本內閣 從專家學者制定的名單當中 去挑選年號 怎麼選也有規定 年號必須是由兩個漢字組成 必須容易讀容易寫 不能夠重複之前的 而且呢 這兩個字也必須包含了 國民的願望和理想 你看多麼的考究啊 這麼多年來 其實日本的年號 大部分都是出自中國的四書五經 從裡面挑選出來的 只有這次的令和打破了傳統 是出自日本現存最早的歌集 萬葉集 寓意秩序與和諧 年號決定了之後呢 會廣泛的用在 硬幣、報紙、駕照、官方文件上 用以紀念很重要 所以為了防止換年號之後 會掀起大混亂 日本官方其實在過去的30年 每一年都會彩排一次 更換新年號的流程 加上這一次日本官方 其實提早了一個月 就宣布了新年號是什麼 所以大家放心 很穩定不會亂 關主播什麼事 對於最近想要去日本旅遊的朋友 可以不用太擔心 因為改年號對遊客來說 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而如果你還存有 平成時代的日幣 建議你可以好好收藏 留作紀念哦